台北市有一大社會主帖 撿出有十三個國小的女孩 讓一個女孩 高中心帶回家裡生氣 這小孩的家長就說 事情發生夠大 很年輕 這社會主帖主管單位 都沒有跟他們好走 議員也配偏說 這犯罪通部太過班 此前府部正是有信心 說他們通部比較是有重達 社會教也說 已經把他們改毒客戶了 把他帶到你家 家長要去把對方 問好清楚 火氣是很大 因為在家裡聽到小孩說 他去公園算算的 順便帶回家裡黑白夢 這個閒然就住在 同一棟的社會主帖裡面 台北的一個社會主帖 旁邊就是公園 少年山有住的人說說 他們的小孩去樓下搜尋 都叫同一個人 為公共副博帶回去處理 而且威懾 甚至是性侵 受害的有13人 都是國外的女孩 已經有6個家長 帶回家庭 受害的家長是很不晚 社會主帖 整個環境中 如果受不快的行為 起酒空 燒泡到威懾 按整頂就要退座 不過社會安全 總裁判算是無事通報 公報問也不該該由 讓這個涉案的 高中女孩 學生 事情發生之後 要是起床 住年 他一直到這個過程 主管機關 只供桌給他 替他 替他 通報相反 企護生人有屬性 也答應會加強社會安全帽 不過社會局回應說 家長都在同一個時間報案 李生年涉及平安 主要時間認定 目前已經該由 除了把受害者負責 因為跟害者也不相認 雷昌基金會也建議 用治療代替電話 社長頂頂的機關 如果接到通報後 就要隨介入 以後更換 不過社會主帖 表出相親 又帶一段時間再介入 也讓我跟志祺說 社會主帖 不是變作犯罪的所在 記者 總好多多